哈囉,大家好,我是萊恩 那這一集的泰鳥學投資呢 我們就要來更新一下我們這一週的帳戶變化啦 那上一期節目啊 我們是在12月7號的時候拍攝的 那當時啊,帳戶顯示的這個余額呢 就是4459元啦 那這一週呢,12月18號啊 我們的帳戶啊,來到了4515.9元 那比上週來講的話,是漲了56塊美金左右 那現在啊,大家可以看到啊 我的帳戶來講的話 現在的余額啊,是4515.9元 那昨天啊,是漲了6塊多 差不多0.14% 那現在我持有的股票呢 是佔有,呃... 約末29.75% 那我的資金來講的話 還有保留7成左右 那因為啊,明天就是4... 呃...今天晚上啊,就是45日了 所以呢,我就保留大部分的資金 然後用來啊 可能明天浮動過後啊 看有沒有值得購買的股票再入手 那我...除了阿里巴巴跟... 呃...Besterbuy以外呢 我還有買...呃...微軟 然後跟FB,也就是16號的時候出清的 那當下呢,為什麼會買啊 主要是因為啊...呃...我看啊 他前面幾次啊...都是...落在這個區間呢 他就會...呃...反彈回去 那他走的啊,算是一個...呃...上行通道 所以你可以看他這邊嘛 整個是...碰到上緣之後呢 就往下回落 那打到下面...下緣之後呢 又會再往上 所以我覺得啊...呃...我就依循啊 這一個...呃...通道啊 去做買進 然後跟做這個短期的波段 那FB來講的話 我自己啊...也是看啊 差不多是在...呃...這個上行通道 的下緣的時候買的 那因為啊...我看...前面的走勢啊 大多也是按照這個通道 沿著往上的 那碰到下緣呢 我是在...呃...12月14號買進的 那當時啊...差不多是落在...呃...273塊左右 那當天收盤啊...其實是收紅的 那隔天呢...他有落在...267塊 其實我心有揪了一下 因為畢竟啊...好像現在FB啊...針對就是那種... 呃...反壟斷的調查呢 還沒有一個...呃...明顯的...就是說... 呃...一個結束這樣 所以呢...我就覺得說...欸...他這個破線啊... 會不會導致啊...他有更深的這個跌幅 結果沒想到呢...他...收尾的時候呢... 是收帶了最高的這個點左右 那...於是呢...他就開始走橫向的這個整理 但是啊...因為...呃...晚上是事務日嘛 所以我也不打算再留 所以我就大概持有兩天在16號的時候賣掉 那也是小小的獲利這樣 另外啊...我有買的另外一檔中概股呢...就是虎牙 那...為什麼我買虎牙不買鬥魚呢? 主要我是看鬥魚啊...感覺他的那個...呃...平台來講比較局限 那...像虎牙呢...他...因為啊...這個疫情的風波啊... 他有做一些像是那種...呃...線上課程啊...教育這類的...呃...的一個平台 那...以他的這個收益率來講啊...然後跟他的這個成長啊... 我覺得啦...他是比這個...呃...鬥魚要來的好的 因為他都是維持兩位數的增長這樣...那明年啊...這個分析師的預估啊...也是兩位數增長 那因為最近啊...就是騰訊啊...呃...入股了那個...呃...虎牙...然後跟鬥魚... 那...有...有意要把他們做合併啊...但是好像...呃...政府的一些...就是...呃...關於...反壟斷的...一些調查 所以現在目前啊...還沒有很明朗這樣...那消息面這部分啊...我是沒有看得太多啦...那主要喔...是比較看技術分析這樣...然後跟看這個線型的... 那因為啊...呃...剛上市的時候...剛IPO上市啊...有一度曾經炒到...超過50塊錢...但我覺得... 這都是短期啊...這個...呃...短線資金去操作的...那其實啊...很多後來買入的啊... 你說你今天買在50塊...你都不知道什麼時候你可以...就是...解套這樣... 那這裡呢...我是畫了這個...兩條線...那這兩條線呢...呃...主要下面這個啊...我就比較落在...就是可能短期支撐的部分... 那這個短期支撐呢...呃...是20塊嘛...那這個是比較多人共同的成本價...那是...落在這20塊... 1.2以下的呢...我就有多買一些鞋賬...那我買的這個價格呢...剛好是落在...差不多... 18.8塊左右啦...那...約木啊...買了一週多了...那現在的股價呢...是... 20.85...但是啊...我還是沒有賣掉...因為我覺得啦...他應該可以再...呃...碰觸到這個24塊...那這個是...上面的一個壓力線... 那我覺得他至少應該會碰到24塊...那...他會不會再往上呢...比如說... 壓到這個29塊...28...29塊的這條線呢...我覺得...呃...先過了這24塊這條線...我...我再會看說... 好...如果他有...往上突破這條線的話...那...就是往...28...29塊這個方向走...那...當然我...我沒有預期啊...要賺...就是可能...什麼...40塊以上啊... 我目前啊...短線只看到24到29塊...這之間...就是至少...三...要碰觸到接近30塊... 那這樣啊...至少會有...呃... 接近30到40%的漲幅...那我覺得也算夠了...因為我買的股數也沒有很多...畢竟啊...是做一個試單... 那我比較喜歡啊...買這個...買黑不買紅齁... 我大多數啊...都喜歡買在...就是...比較低位的地方... 因為...我能夠承擔的風險啊...比較小...那...因為資金少啊...就要靠...就是...比較多的操作... 然後...跟...比較頻繁的交易...才有辦法...就是可能...呃... 贏過那個...時間上...我要白酒這樣... 那這裡呢...跟大家介紹啊...一個網站...如果你本身有在...投資啊...就是...呃...ARK ETF的話... 你可以到這個...K6ARK...那...這裡面呢...他的統整啊...就是...呃...所有...不管是...呃...ARKKR...ARKQ啊... 或者是他旗下說的這個基金啊...買賣啊...或者是...比重占多少啊...你都可以看得很清楚... 那這是一個免費的網站...那我也是看...呃...其他的YouTuber推薦的... 然後...所以我就過來看這個網站這樣... 那...至於啊...因為今天是事務日嘛...所以我想說...把一些就是...那種...呃...科技股啊...先獲利了結...那... 想說...呃...布局一些...呃...關於基因工程啊...還有...呃...醫學這方面的一些...股票...那...畢竟啊...他的基期來講...相對低一點點...呃...比較能夠期待...看一下有沒有...呃...一些表現這樣... 然後於是呢...我就看...ARKG...因為ARKG這個是...針對基因工...呃...基因工程啊...或者是醫學這方面的...呃...一個ETF... 那...我就...篩選了一下...最近呢... 這個女股神啊...他買進了...哪一些股票居多呢... 那...你說前面這一些呢...其實老實講...很多我都沒看過啦... 那...我...我就選了...就是...呃...股價來講啊...不要超過...呃...六十塊的... 那同時呢...是他這一...一陣子啊...是有在持續加倉的股票... 那...像這個Telada...呃...蠻多人推薦的...但是啊... 他一支啊...就要一百多...一百九十幾塊...目前來講啊...會佔我整個倉位來講...會比較重... 所以呢...我就...呃...選擇了這個...有沒有...RHHBY這個螺絲藥廠... 那這個螺絲藥廠啊...他算是全球最大的一個藥廠齁... 那...他做的主要是針對啊...就是那種...呃...那種學民藥啊...醫學藥...之類的... 那...像維生素啊...其實他們也都有在生產... 但是啊...我沒有對於他們公司有額外更多的了解...但... 那...我只單純啊...就是看說...呃...這陣子啊...其實...呃... ARK基金啊...在這一檔的股票來講啊...有沒有...從... 呃...10號...11號...14...15...16...17...基本上啊...呃...這個月啊...已經加倉了好幾次...所以我覺得...呃... 呃...這檔來講的話算是...呃... 有點算是跟風盤啦...那...他從這個...11月30號的時候40塊... 然後...41...42...一路買...買...買...買到這個...43塊...還有持續再加...所以我覺得啊...呃...以短線來講啊...他不可能...指到...就是...42...43...就會停止了... 那...另外呢...我...我買的個股呢...就是這個...TAK...那你可以看一下...就是TAK啊...他除了17號有買以外啊...像16號15號...這邊都會一直看到...他的那個...名字...齁...那我們點進去看一下... 他是這個...武田藥廠...那這個武田藥廠啊...呃...是日本的藥廠喔...那他...你也可以從...他這邊看得到啊...從10月8號啊...一路買...買...呃...12月7號...其他12月也買了好多次這樣...那每次都有...加倉的比例也算是OK啦...那從19塊啊...17...18...15塊都有...呃...進廠購買...那一路啊...買到現在啊...是18塊多...那我也有進廠... 這樣...那這兩檔呢...其實比較算是...跟風的操作...如果你們自己有興趣的話...我覺得也可以從...就是...呃...他給的這個資料裡面啊...你可以看得到就是...最近他們的ETF上面...有什麼動作...那賣了什麼股票...像你看這些賣的...短期賣這麼多的...那這兩股票呢...你可能還會想要進嗎...我覺得啦...呃...依這個情勢...跟這個風向所逼齁...我覺得... 短期啊...不會去碰...或接觸他們...因為...他們在高位的部分啊...就先...呃...剪倉...那我這時候進去剪...也不知道是剪到飛刀...還是炸彈齁...那以目前啊...短線來講的話...我...呃...持倉啊...像...呃...兩股的這種...呃...基因工程或者是醫藥的...呃...像TAK啊...然後或者是... HHBY啊...這兩檔啊...是算是跟風盤啊...那當然啊...我目前手上啊...還是有像...呃...阿里巴巴...但是啊...比較少啦...兩股而已...然後還有虎牙...同時啊...跟VT...那VT啊...是買比較早...已經買了...一個多月了...從80塊的時候買...那現在啊...也...約莫落在92塊了...那收益率啊...大概是...11到12%左右...那我覺得...這個算是一個比較...呃...基本的... 呃...當時...呃...這個...在底部的時候啊...我覺得可以買一些ETF啊...當作保底的...保命的一個...呃...收益...那你額外啊...可能再加滿一些啊...比如說...你覺得...呃...他未來是有展望...然後同時呢...可能...呃...營運啊...也不算差的公司...那可以買進啊...把這個收益啊...再做到...呃...再大...放大化一點點...那當然啊...就是...你要買這些個股來講啊...他的浮動啊...都會...呃... 呃...比一般ETF要來的高嘛...但是啊...他獲利來講啊...也會比ETF要來的...呃...多...那你就看說...你可不可以承擔風險...如果你不能承擔風險的話...那你就買ETF就好了...那如果呢...你想要...呃...風險高一點點...但是呢...自己...選股又不太熟悉呢...我覺得...那你就買ARK基金好了...因為...就有專業的投資人...幫你就是...呃...進跟出這樣...那你就不要想說...啊...那我就要做個簡單的那種... 不斷操作啊...可能多少啊...到多少...就是壓力的時候...我就先賣掉...畢竟啊...呃...這種主動型基金啊...跟一般指數型基金...其實不太一樣啊...那這個指數型的來講的話...他都是...以大盤去做看待嘛...但是如果用主動型的...他就是會幫你主動買跟賣...那當然啊...越多人去買入的話...這個價格啊...就會...被拉得越高...所以...呃...你說用指數來看的話...我覺得也沒有到很準... 所以...那今天的分享到這邊結束啊...那如果你喜歡影片...記得...再點擊...呃...下方的訂閱...然後跟按喜歡...那我是蘭...我們就下回見啦...看一下下週呢...到底我的帳戶變化...會如何呢... 就算了... 就算了...